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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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4日上午 缅甸联邦第一特区老街市金象城区政府接到群众报告 城外观音商右侧商店一名群众不幸踩到地雷 急需请求救护 金象城区政府闻讯后立即组织官兵 前往事发地点查看实情 到达事发区域 战士们冒遮再次物彩雷区的生命危险 奋力实施抢救 到达现场查看 发现受伤人员右脚掌因踩到地雷被炸断 生命危在荡西 现场人员立即进行止血包扎 有同盟军战士背负着送往商下 到达商下后 有政法部治安大队人员接往位于老街市的特区第一人民医院医治 由于同盟军战士救援及时 伤者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随着雨季来临 当前已进入汛期 在潜降与天气影响下 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老街市政府全面做好防汛抗灾工作部署 宣传动员发布增强防洪防灾意识 减少杜绝灾害发生 根据周家富副市长指示 有市政府建设科圈头对群市一发洪涝灾害区域进行排查 查找积水源头 针对排水补障 易堵塞区域进行合理的整改 在防洪抗灾 保护生态环境问题上 周家富副市长做了重点强调 要求禁止乱扛乱罚 保护自然资源 宣传动员发布增强防洪防灾意识 在此呼吁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 共同参与到保护自然资源 保护生态平衡 强化安全防防意识的行动中来 让我们携手共进 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今天的新闻内容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すごkte围 检查一下 好好的前面 以上就有一点 好了 西无人摆线 李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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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远